谢谢黄老师 各位老师们下午好 今天是我们的礼拜五下午的时间 一点开始 现在线上有111位老师 今天要和我们一起来学习SDGs议题 融入酷音教学的分享 其实说实在话 然后这个讲题 我其实非常的兴奋 也非常高兴 因为这个是我在英语教学上 我觉得非常有兴趣 然后也蛮想着力的地方 那我们今天就会跟老师们一起来分享 我们如何将SDGs融入我们的英语教学 然后一同结合酷音提供的丰富资源 来进行SDGs教学 好 那在一开始之前呢 我想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我目前呢 是桃园市三光国小的教导主任 那之前工会分发到三光国小的时候呢 其实心里非常的忐忑 因为孩子们的英语程度不大好 那学校附近呢 也没有什么多余的英语资源 能够提供给孩子 所以我当时呢 思考了一下 要怎么帮助我们学校的孩子 提升英语能力 那其实之前当师陪生的时候呢 有接触过非常多的酷音研习 所以当时就觉得 酷音上有这么多丰富的资源 能够给我很多教学上的助力 所以呢 就可以从酷音开始带着孩子去自主学习 然后融入在课堂中 给孩子更多元的英语刺激 那于是我现在也开始就读 师大的图书资讯与数位学习研究所 那也是桃源市的数位学习工作坊 学习吧的讲师 那这几年也开始参加酷音的教案比赛 也获得了蛮好的成绩 好那其实我自己呢 蛮喜欢透过教案比赛来实验 以及去验证自己的教学到底如何 好那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SDGs 融入英语教学的部分 那所以一开始呢 想要先询问一下跟老师们做一些互动哦 那请老师们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教学经验 以及一些想法 好那现在我要开启slido的连结给各位老师 好那请各位老师到slido 老师可以扫描荧幕上面的qr code 然后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哦 好 主要是想跟老师们 询问老师们一些关于SDGs的一些经验 跟老师对于SDGs 如何应用在课堂中的一些想法 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题目哦 好老师们可以扫描页面左边的qr code 然后来进行回答 好第一个问题是 想请问老师呢 是否在英语教学中有融入过SDGs议题呢 还是老师还没开始 但是目前想尝试 还是老师已经正在将SDGs 融入英语教学 我们想看一看在场的 现在目前119位老师们 目前使用SDGs 融入英语教学的状况如何呢 好目前荧幕上显示的 大部分的老师 是还没有这样子的经验 那有少部分的老师 已经经常的将SDGs 融入英语教学 哇太棒了 非常非常的开心 好能够跟这么多 同好一起来进行这样子的学习 好但看起来大部分的老师目前还没有开始尝试 但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希望老师们在研习之后呢 能够对SDGs 可能有更多的了解 或是知道如何将SDGs融入我们的英语教学 好那我们再换到下一题咯 好 next question 好想请问老师 您认为下列哪一项是SDGs 融入英语教学的成功关键呢 以下我列了四个 我自己认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关键 第一个呢是教材的设计以及选择 第二个是教师课堂活动的设计 第三个是学生语言目标的设定 以及第四个密题内涵的深入了解 好其实这四项呢 我认为在SDGs融入英语教学的中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好但是想请问老师 如果老师真的要在这四个要件当中 选择一个您最重视的一个要件 您会想选择哪一个成功要素呢 好目前45%的老师都说 哦议题内涵的深入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的确当我们能够深入了解议题的内涵 我们才能带孩子更深入的认识SDGs的议题 对不对 好目前排列第二名的是 教师课堂活动的设计 这个也蛮重要的 因为课堂的教学设计 其实非常重要 能够带孩子透过活动啊 任务导向的学习 也是能够让学生训练批判思考 问题解决能力 好目前两个打得蛮平均都是教材的 除了教材的设计与选择 课堂的活动设计这两项之外 还有第三个语言目标的设定 目前是占少数 好教材的设计与选择呢 其实今天我们着力就会使用 Cool English所提供的一些阅读啊 听力的一些教材哦 那我蛮好奇的是 目前学生的语言目标的设定 目前是最少人的 但是因为Cool English是提供了 非常多的英语教学的资源 好那我今天的定调呢 会是以SDGs融入英语教学 所以对我自己而言 我觉得学生的语言目标设定 也是非常重要的哦 那希望等一下透过课程示例 能够让老师看到 我是怎么在课堂中 编排学生在每一节课 要学习什么样的语言目标 哇目前我们的教材设计选择 跟课堂活动设计 其实是同票的哦 那这两项也是非常的相辅相成 好谢谢老师们的回答 那今天的最后一个 Active Poll 我想请问老师们 你们认为SDGs融入英语教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好真的我觉得 真的做SDGs融入英语教学 真的非常非常的不容易 因为我们同时第一个要考量到 议题的内涵 我们也要考量到学生的语言 我们要学考量到教材的设计 然后活动的设计 不就是刚刚把四个要素再拿出来再说一次吗 对所以就是想请问老师们 您觉得在SDGs融入英语教学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好对 第一个学生的语言能力 真的这个真的非常的重要 好议题的了解 哇好棒哦 跨领域学习整合 老师怎么先帮我剧透了一下 好语言的能力已经有两个了 教案的设计 教学的时间 的确哦 真的因为议题非常 一个议题就可能有包含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意识 可以进行的一些专题可以探讨的方向 所以真的 如果时间不够的话 真的很难把SDGs的一整个目标内的内容 跟内涵完整的呈现给学生 哦还有一个老师提到文化差异 这个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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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孩子在台湾 那可能有些议题是国际性的议题 可能孩子并不是非常的了解 哎谢谢老师提供的议题太大无法聚焦 哦对这是我刚刚说的这如何切入议题 然后同时又能够让孩子清楚明了 这真的很重要 好所以老师又说SDGs不像教科书一样有明确的教学内容 好老师提到一个非常棒的重点 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嘛 教材的选择非常的重要 因为SDGs议题很广 我们可以怎么样去搜寻教学的资源呢 好要有哪里可以找到明确的教学内容 好等一下我会在我今天的presentation里面 跟老师们说明一下 好学生不熟悉相关秩序会 无法用英文完整表达 哇老师们真的是太有概念了 哇看了真的是 大家真的是能说同病相连吗 对就是老师们的议题真的也是 这些挑战也是每一位老师 相信也是每一位老师在教学中 真的会遇到的一些挑战 好那谢谢以上21位老师所提供给我们的宝贵的教学资讯 好那我们现在先回来简报的部分 好在了解完这些老师们的想法之后呢 我要先来跟老师们再进行今天的第二个互动 就是呢我想询问一下老师们 对于SDGs的了解有多少呢 听说今天酷英有准备小礼物 而且有三份精美的小礼物要送给各位老师 好所以等一下呢 我们邀请老师们跟我们一起到Quizzes 来进行一个小小的百万小学童的活动 好酷英会送出非常精美的小礼物给各位老师哦 那等一下如果是在Quizzes前三名的老师 我们请老师们等一下在我们的Chatbox里面 留下您的学校跟姓名 然后想要让各位老师一起来和我们进行这样子的活动 好老师可以进入到我们的Quizzes 然后跟着我们一起做互动哦 好我直接在这边把我们的连结 不好意思 我把连结给老师们 那老师们这样也可以透过 那个Google Meet的方式 直接加入我们的Quizzes游戏 好 好 欢迎老师登入我们的Quizzes 来跟我们一起进行SDGs的活动哦 好目前我看到Lia老师 Kani老师 Sherry老师 Apple老师 Yoyo老师 CS老师 哇 谢谢 木球12位老师 14 15位老师 一起来参与 好 今天我们的Quizzes内容叫做 All About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好 这是一些关于SDGs的一些小知识 好 看看各位老师们 对于刚刚说的SDGs的一些 目标内涵 跟一些教学内容 有没有一些基本的了解呢 好 目前我们有37位老师 其实Quizzes可以容纳将近500位老师 所以希望现场在场的137位老师 都能够永远的加入 我们一起来看看Quizzes的题目 那如果您手边没有载具 或者是不方便加入的老师 也没有关系 我们的题目跟问答 都会同时呈现给大家 所以老师们也可以透过萤幕 或者是在Chatbox跟着我们一起进行这样子的Quizzes小互动 好 目前47位老师 好 想加入的老师可以交开脚步哦 好 可以直接点击我刚刚在Chatbox里面 放的Quizzes的连结 然后直接点击 然后输入自己的名字 然后就可以直接加入咯 好 我再把连结再放一次 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老师们 然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我们今天的小互动 好 我再把连结传了一次哦 所以还没加入的老师可以加快脚步 好 目前52位老师 我们再等稍稍等一下下 如果确定没有老师们再加入的话 我们就会直接开始今天的Quizzes小互动咯 好 谢谢柯卫老师 哇 又好棒 又有更多的伙伴一同参与了 太棒太棒太棒 好 谢谢谢老师也加入咯 好 看我们能不能到达60位 好不好 然后到了60位我们就开始 好 我看到洪卫老师 恰老师也都加入咯 好 这两位 这两位 59 Here I am 哈哈 老师真的很幽默 好 Thank you 好 再一位再一位老师 好 我们就要开始咯 好 那我们就开始游戏咯 Start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页 我们先这一份讲义呢 我们要来探讨如何使用 SDGs的一些小的一些测验 好 来开始咯 Question number one 好 想请问老师们 In September 2015 The General Assembly 也就是联合国 Adopted the 2030 Agenda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How many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好 到底有几项SDGs目标哦 这里应该是非常非常的简单 好 其实我们在简报当中的 每一个课片里面 我都有放一些小小的旋机 Wow So fast 好来 Time's up 好 我们先token一下第一页的Leaderboard 哇 目前是我们的Ben老师 最快哦 好 所以请问我们总共有多少个SDGs goals呢 目前有10 哦 有5 我看一下 哇 有蛮多的老师有打对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总共我们有几个呢 来 我们看最后这个数字哦 我们总共有17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共有17项的议题哦 好 17项的目标 好 所以老师们可以打这个数字记起来哦 好 那我们即将敲入到下一个 PowerPoint Slide 来 Question Number 2 好 想请问老师们 The definition of extreme poverty is when people earn 诶 请问老师 大家知道 极度贫穷 是一个人会赚多少美元吗 一天哦 Per day 好 老师可以猜猜看 好 这是结合我们的SDGs Goal 1 No Poverty 好 老师放心 今天不会考大家17题 哈 因为这样题目会太多 我只是挑选了几个 我觉得 哎 还蛮有趣的一些小知识 可以跟老师们看一下 好 我们先跳过 快速跳过Leaderboard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 哇 目前还是秉仁老师第一名哎 好 很厉害 啊 等等等等等等 我们先跳回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老师们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吗 老师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吗 老师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吗 好 正确的答案是1.25 USD 哇 所以其实换算成台币一斤 其实赚的钱 相当相当的少哦 好 那我们来进行下一个题目 好 Question number three 好 What portion of the world's food is wasted or thrown away 好 全世界大概有 在所有的食物产能当中 大概有百分之多少 或者是 以现在是题目上 以分数呈现 对不对 有百分之多少的 有多少比例的食物 是被抛弃掉的呢 好 老师们可以猜猜看哦 All right 目前 剩一分钟 一秒钟 好 Time's up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 好 Roughly a third of the world's food is wasted 所以大概有 全世界有百分 有三分之一 也就是百分之 33.3%左右的食物 是被浪费掉的 那老师们知道 这样大概是 多少 盾 的食物吗 13亿盾哦 哇 是非常非常大量的 那这个数据呢 是根据我们的 Waste Food Statistics The World Counts 所提供出来的一些 的一个数据哦 所以可见我们食物的 世界上的食物 量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 好 那我们进行到下一张咯 好 Next Question 好 接下来的这一题呢 邀请问大家 Which of these cities are often included in the top 10 greenest cities in the world 就是结合我们 SDGs目标9 以下这这四个城市 有哪一个城市 经常性的会被评比为 全世界最绿的 也就是说非常重 植栽非常的多 绿化环境非常成功的城市哦 好 老师们可以猜一下 是哪些城市呢 在这四个城市里面 只有一个城市 是经常被评比为 全世界全市民绿色城市哦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目前 哇 是Vay老师 第二名是Conny老师耶 好 恭喜恭喜两位 好 有猜到吗 其实蛮多老师有猜对 其实我们的最绿的城市是 阿姆斯特丹哦 好 所以我让老师们看一下 目前全世界绿 就是绿环境做的最好的几个城市 老师们也看到 有在美洲 有Canada 有美国的Portland 然后还有欧洲的Amsterdam 然后还有德国 冰岛 挪威 丹麦 苏格兰 好 苏是苏格兰 好 所以老师们看一下哦 是不是很多的城市 其实 对不起是瑞士 好 对不起 是瑞士 我看错 好 瑞士 然后呢 在南美就有巴西 然后在亚洲就只有新加坡 一个国家 好 所以老师看到 其实蛮多的国家的 绿化环境做的很好 大部分都集中在欧美国家 好 那再换下一个题目咯 好 Question What is the main cause of death in children 5 years or younger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好 在 呃 在 开发中国家里面 孩子 财同死亡 最常 最常见的是因为哪一个原因呢 好 我只要列出三个 老师可以猜一下哦 好 这个是结合我们 SDGs Go3 Good Health and Wellbeing 好 剩下两秒钟 一秒钟 好 Time's up 好 我们来看一下 Leaderboard 好 恭喜费跟康宜老师 还是维持在三名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No Nutrition 所以很多的孩子是因为营养不良 而在 呃 而就这样因此而 而散命楼 所以其实这是一个 其实跟我们刚刚 SDGs的Go2 来比较一下 其实这么多食物被浪费 那其实孩子 呃 有这么多是因为 呃 营养不良 而死掉其实是非常令人惋惜的 好 那下一张同影片哦 我们在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 Quiz OK 这是结合 SDGs Go7 Affertible and Clean Energy What is the most re Most Use Renewable Energy in the world 最常使用的 再生能源哦 全世界目前使用比例最高的再生能源是哪一个呢 老师知道吗 说实在话这题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自己也被杀了一大条 剩下5秒 4秒 3秒 2秒 1秒 OK Time's up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是 好恭喜现在在前三名的老师们哦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居然是Hydro 老师们知道Hydro是什么吗 水力发电哦 我当时跟老师们想的一样我也想到的是Solar 好我也以为是太阳能发电是被使用最多的 其实没有哦 是Hydro水力发电 那我们来看一下UK government statistics 说显示的一项数据哦 这是截止到2020年的时候 Hydro power其实是19% Solar energy其实只有3%而已哦 好那Win power是4% 所以真的Hydro power真的是使用的比率是蛮高的 好那我们再到下一题哦 来这也是我们今天quizzes 表战的最后一题 这也是一个蛮有趣的议题哦 这是结合我们的SDGs Goal 10 Reduced Inequality How much of the world's wealth does the richest 1% of the population have 哇 全世界最有强的1%的人 他们拥有了全世界 百分之多少的财富 好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议题 老师们可以 听听看 到底是百分之多少的财富呢 好 剩下5秒钟 4秒钟 3 2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quizzes 挑战的最后一题的答案是 先跳一下Leaderboard 哇 恭喜Tanny老师后来居上 好 对 其实 百分之1的有钱人 他们承握了全世界百分之50的财富 那这是根据2020 的Wikipedia所提供来 提供出来的资料 所以老师们看到哦 全世界百分之1有看到那个蓝色的字写 Millionaires 好他们的财富占了全世界的百分之四十六 他们的wealth share是百分之四十六 那全世界全 11%有钱的人他们占了百分之三十九 哇也就是说 全世界前百分之十五有钱人已经将近把全世界的一半的财富都已经包罗了下来哦 好所以 呃 这也是一个非常有趣的inequality的议题 好 好那我们要结束我们的关灯片咯 好 谢谢各位老师们的参与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最第一名是我们的Vay老师 第二名是我们的Tami老师跟第三名我们的Conny老师 好的 好再请三位老师恭喜你们 然后请帮我把你们的学校跟姓名留在chatbox里面哦 这样酷音的小猪手之后就可以送礼物到三位老师的学校哦 好我们再次恭喜Vay老师Tami老师跟Conny老师 真的真的非常非常的棒 要给老师们一个按赞 那也给全部的老师们按一个赞 谢谢老师们 哦我们有seventy four participants in today's quizzes challenge 好 老师刚好举手如果有问题没有关系就直接打断我都可以随时提问哦 好那既然看完了我们的quizes的测验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回到的是我们的sdgs的课程简报上面 好 那先给老师们看一下今天我会介绍的sdgs相关资源好有这么多今天会介绍的是第一个 在我们listening专区的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 第二个呢是我们scholastic bookflix 还有我们的外部教学资源 课本站立体申报跟阅读奇幻王国 那这些资源呢 等一下我都会搭配教案跟课程示例 然后来跟各位老师们做一些介绍哦 好 那这是我们刚刚提供的老师刚才在前面的slido问答中有说到哦 教材在哪里找对不对 在这里呢我们有看到sdgs很多的教材在 呼应上面其实都有一些阅读或是听力的资源可以找寻 那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哎 sdgs呢没有明确的教学目标跟内容哎 那我们要怎么样依循呢 好 所以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这本我自己认为是sdgs 融入教学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本 葵花宝典 它就是我们的永续发展目标教育手册 那尤其我最常参考的是里面的第二个part 它叫做永续发展目标教育脉落 好想请问各位老师有使用过永续发展目标教育手册的 可以在呃 tabox里面帮我按一个1吗 有使用过的帮我按一个1 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帮我按一个0可以吗 好 Ben老师有看过 好 蔡老师也有看过 OK 哇 其实是大部分的老师都没有看过 那真的我们今天要特别跟老师们介绍一下这个圣经 这样以后老师们如果真的想要设计sdgs课程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回到这本书里面 好我看到了呃林老师也有使用过 好我们一起来看 永续发展目标教育脉落里面有分成四个非常重要的part 第一个呢是他的目标内涵 所以在里面会跟老师们介绍一下 像刚刚sdgs里面的我们刚做小测验的一些facts 或者是这个目这个目标里面他确切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好他也有提供教育对实现目标的关联性 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在幼儿教育在国小在国中教 然后在中等教育各个不同的学习阶段 我们的呃教育目标是哪些 然后他跟sdgs的关联性有哪些 好第二个呢是台湾的教育脉络 因为老师有说嘛其实sdgs的这些议题 各国全世界都会有 那这个部分就会比较聚焦在台湾的一些议题跟教育脉络 那第三个part呢很重要哦老师看 他是知识态度以及技能目标 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 透过知识态度以及技能目标 我们可以知道sdgs学生要了解哪些的知识 他们在这个sdgs的go下面他们要拥有哪些的态度 可以培养哪些的技能好这个我觉得part 3 跟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的part 4 也就是议题的专一些专题 然后学习方法和方式式例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这两个part是我觉得最常用到的 好既然老师大部分老师比较没有看过的话 我们现在就直接来一起看一下这本书好 首先先来让大家看一下封面的部分哦 其实老师们只要上网搜寻这个好 我们只要上网搜寻永续发展教育目标手册 老师看到吗只要打这几个字哦 然后打ptf它是完全免费的 可以让老师们直接下载 然后反复无限次数的观看 好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先以 呃go one no poverty 为主 好它前面会提供一些facts 然后再来有老师有看到吗 目标内涵在这个地方好 这里以下就会叙述这个go的目标内涵 好再往下老师有看到吗 我刚刚有跟老师们分享的这个 教育对实现目标一的关联性 好老师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找到小学教育 我们就可以知道在这个学习阶段 学习者将了解贫穷的内涵 然后了解贫穷产生 产生消除贫穷的信心 然后要有概念跟行动哦 好那隔壁旁边 老师有看到第二个part 就是台湾的教育脉络 好这里就可以看到 呃跟十二年国教相关的 以及台湾的一些社会情形 好再往下 下面老师有看到吗 part 3 来 消除贫穷的知识态度以及技能 那底下这边就会分为 知识面 配度面跟技能面对不对 哇老师看哦 底下都有把一些目标叙述 都已经列好在下面了 所以老师都可以随时做参考哦 那接下来到我们的part 4 这里是你一专题 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好这里就有一些 呃专题可以让老师看看 如果老师要带学生做一些project-based learning 好下面的学习方法和方式示例 老师也可以带学生进行一些活动 好简单的介绍 那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小点 我没有列在简报里面 这就是总结 好所以有了这本书之后呢 比如老师们在进行SDGs的教学的时候 第一个能够更扣紧目标 第二个就能解决我们刚刚说的 如果老师觉得SDGs的议题内容 非常非常的多 我想要聚焦在全球 或是我想聚焦在台湾的本土议题 我可以参考哪一些有用的资讯 好都在这本书里面 好那接下来我的教学实力 我也会紧扣着 永续发展目标教育手册的 这本书里面的一些目标 跟一些活动 然后让老师看看 我怎么把英文结合 然后呈现SDGs的教学 好那老师们 我们回到简报上咯 好刚刚跟老师介绍的这四个目标 老师可以keep in mind 因为我们等一下 可能还会再继续不断的看到他 那今天呢 要开始进入我们的教学介绍咯 我今天要带老师们介绍的 第一个unit example 叫做泰水拉 好老师看到上面的这个标题呢 可以猜一下 请问老师们觉得这个泰水拉 可能会结合SDGs的哪一个goel呢 老师可以在chatbox里面 帮我打出数字 好老师可以帮我打一下数字哦 呃我老师觉得这个课程可能结合的是哪一个SDGs goals呢 好可以稍稍思考一下哦 哦goel 5 that's a good guess 还有呢 goel 6 哇大部分的老师都还蛮厉害的哦 因为在这个标题里面有看到这个水字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就 that's right 我们结合的是goel 6 clean water and sanitation 好 再让老师在介绍课程之前 想让老师们看一下这几张图片哦 so now let's look at the pictures 好 the first picture is this what's this 好 学生就会说这是饮水机对不对 ok what's this 好 厕所的马桶 what's this 好 这是学校的厨房对不对 学校的中央层储 好 那我接下来会问学生的是 what do they have in common 好 也谢谢老师们刚才在chatbox留下来的 那个 的SDGs go的回答 yes 谢谢翁老师 that's right 是 water 他们的共同性就是water 为什么会先从这张图片开始呢 因为 这次我在执行这个课程的时候 大概是 是今年的三月份左右 那老师们都知道今年三月份 台湾发生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干旱 对不对 统计到三月底为止哦 台湾已经有三年又八个月 没有台风入境了 所以当时台湾缺水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 那学校呢 因为我们学校在石门水库的水源保护区内 好 所以学校不是使用自来水哦 我们学校的水源都是来自山泉水 所以这是非常特别的地方 那可想而知呢 台湾缺水的时候没有台风进来 那所以自然水源所灌进来的水 其实也会出现缺水的一个状况 所以孩子那时候也体会到了哦 其实学校的供水比较不稳定 那我也就想说好 那我要把SDGs跟英文课做结合 然后所以就先用这张图来贴近 学生的生活经验让他们先了解哦 原来学校的这些区域其实在缺水的时候 我们想用水时这些地区都没有水源好 那再来我们是不是又回来先看一下 在SDGs Go 6 教育队实现目标6的关联系 以及知识态度技能是什么呢 我们先来让老师看一下这些关键字哦 好 在学习阶段的这个部分呢 学习者要做到的有几个部分 第一个是熟悉水的丰富原则 按水资源的短缺 好 然后还有要了解水是一种存在的有限资源 然后要鼓励他们要有改变用水方式 其实就是要鼓励学生省水对不对 好 那我们看到左边的部分 知识态度以及技能目标 好 其实这里老师我放慢给老师们看哦 其实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内容 对不对 所以在知识层面呢 我们可能理解水的重要性 然后水污染水资源短缺 还有影响的后果 所以老师有看到这些keywords哦 这些其实都是呃 非常重要在带sdg6的时候 那我想也想让老师们看一下 包含确保饮水的卫生设施的可用性 以及永续的管理策略 但这个go啊 其实我觉得要结合英语 其实是比较困难的 所以我在课程设计的时候 我可能比较着重在go one 跟go two 所以想跟老师们说 这里面的态度跟技能 有些其实说实在话 要结合英语教学 设计对不对 好所以这里来呈现给老师们看 这一堂课呢 我结合的英语领域 有wonderworld2 l2teamwork 好然后在社会领域的部分呢 我结合是康轩四下 单元一的家乡自然环境 好那 学校的校本课程叫真正的泰雅人 好用我们学校是原住民重点学校 学校的所有学生都是原住民泰雅族 所以我会带学生认识一下家乡的自然环境 好所以老师可以现在稍稍看一下 SDGs的结合的部分 可能有时候我们会用到跨领域的课程设计 对不对 所以go number six的课程设计 会比较偏重在社会领域 跟我们的校本课程的结合的部分 好但是单看wonderworld2 l2teamwork这样子的课程标题 很难了解他英语到底要用的是 什么样的单词跟句型 对不对 好我们一起来带老师们看 这个就是wonderworld2的teamwork这个单元 老师可以看到这课主要要教的是动词 对不对 like dance draw sing swim fly a kite ride a bike 好那句型老师有看到 学生主要学习的是 I can 跟can you do something 好这样子的句型 所以这个这样子的句子呢 跟动词我也会把它融合在我的课程当中 好那这个是我们 康宣四下社会单元三的家乡自然风貌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这一课主要是要介绍家乡所出现的不同的地形风貌 对不对 好所以这个其实可以跟课程进行一些结合 那怎么结合呢我们拭目以待 好那回到language 因为刚才老师有说语言目标的部分也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哦 好这是我一到五节的单元重点 以及我所使用的target language 所以会先带学生认识复兴区的珍贵水资源 那就是想让学生知道我们的水从哪里来 那我们复兴区有哪些不一样的水资源 那学生了解水资源之后呢 我们就会带学生了解水资源的稀缺议题 以及进行一个小小的体验 那刚刚有提到我们的目标一知识面的部分 要了解水污染 好所以我也会带学生进行绿水器的制作 并带他们直接去预风期去实作 那最后带他们进行神水方法的回顾 以及一个简单的 他们自己制作的一个神水的影片拍摄 那左边这边就会是我所呈现的target language 那这个部分老师不用急 等一下我会再注意跟老师们介绍 好在我们的lesson one叫做where is water 我们就要开始介绍到我们今天第一个cool english的资源 它就是左上角所显示的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 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是在我们的听力资源 那老师先看左边的这张图 老师有看到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它主要是以影片的方式呈现 那这个影片非常棒的是它都有字幕 有逐字稿的字幕 也有影片所制在 像在影片内的大字的提醒 那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 非常棒的是它还有提供给学生think sheet 所以学生在观看影片的过程中 他可以同时一边记录下自己 在影片中所观看到的一些学习重点和内容 那我想请问一下老师 有用过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的可以帮我在螢幕上举个手吗 好 帮我举手一下 我想看看有没有老师有使用过呢 好 我看到嘉玲老师有举手 好 玉良老师也有举手 好 梁玉老师也有举手 不好意思 好 哇 太棒了 好 是Wen Yi 老师也有举手吗 太棒了 太棒了 好 所以也有老师们有使用过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好 那我们现在就一起到 Cool English 来看一下这样子的资源喔 那有兴趣的老师也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到酷音上面操作喔 好 首先呢 我们不好意思 首先呢 我们先到我们酷音的网站 好 来到课程专区 好 课程专区这边呢 刚刚有说是在听力的区域 对不对 好 在这里喔 听力这边 给老师们看一下 所以老师等一下点选听力的专区 好 进入到后 有没有看到我们前面三个框框里面的第三个 就是我们的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好 所以我们就可以点下去 好 我先登入一下 不好意思喔 好 好 进入到我们的专区之后 我再示范一次给老师们看喔 听力 好 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好 进来之后呢 因为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是一个外挂学习的城市 所以没有办法记录学习时数喔 老师点下去之后 他就会跳到旁边的框框 好 老师就可以看到他会跳出一个新的画面 好 我们稍稍等一下 好 在这里呢 老师就看到这里有非常非常多的影片喔 好 那老师们也可以选择browse by topic 好 老师有看到这里有九项的不同的topic 可以让老师们选择 那如果老师想要做主题性的教学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做一个最快的 来直接到左右上角 这里有个enter keyword 老师有看到吗 这个地方 好 好 在enter keyword的部分 比如说我今天要做跟SDGs相关 我要做water 好 我就打water进去 好 我们按搜寻 好 所以跳出来的话 就会有非常非常多跟水资源有相关的喔 好 老师如果有听不清楚的话 我等一下再跟老师们再说一次喔 好 所以 我再说一次喔 好 我们先进入到我们的coolenglish里面 好 coolenglish的网站上这边呢 有个课程专区 好 点选一下课程专区 好 进入到我们旁边这边看到的听力资源 好 点选听力喔 听力点选进去之后 我们就会看到听力的页面里面有 Live ABC Text to Speech 跟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好 我们就点一下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好 就会来到这个页面 好 点选这个有internet标示的这个icon的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专区 好 我们把它点下去 好 就会跳出另外一个网页喔 好 所以老师要到sidebar去看一下你的另外跳出来的网页 好 就会到达我们的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好 封面当然会提供很多不一样的monthly features 那再往下看的话 就会有九个不同的topic 所以比如说我今天 不会谢谢怡琳老师 好 所以我们点进去 我们可以browse by topic 比如说我点earth and space 点进去之后 就会出现非常非常多 earth and space的相关内容的影片喔 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好 所以 不好意思让老师看到了我的all about water 也就是我让学生观看的这部影片 但是除了all about water之外 在了解水资源的部分 请问老师们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些rain 或者是water cycle相关的一些内容 也是可以喔 那只是这一刻我主要聚焦在水资源的种类 好 所以如果老师今天要做SDGs的课程结合的话 我想说我想用watch and learn library 看看有没有听力资源能够提供给孩子 我其实可以到旁边的这个enter keyword 好 老师可以自己书关键字喔 好 比如说goal 6是要讲有关water的 所以我就直接在这边打water 好 直接按搜寻 好 我们就可以search by title 这里就会跳出所有有关 刚才我说的 你看water cycle 然后有讲到环境安全的summer safety do's and don'ts 然后safe in the surf all about clouds rainbows in the sky 跟水资源相关的一些内容 都会在这边呈现喔 好 那我编选一下让老师们看一下 all about water 好 其实watch and learn library里面的影片呢 其实都不会很长 都蛮短的 所以其实很适合可以让学生来进行观看跟自学喔 好 抱歉 这样老师可能会听不到声音 好 我来分享一下让老师能够听得到声音 好 等我一下喔 我们一起来看all about water you ready let's go all about water 好 我直接往后偷 but what is although it becomes the ship or becomes steam water is one of the coolest things on earth so where can you find it 好 这里就开始讲学生源咯 rivers and streams are water some rivers are near big cities others run through forests look there's a bear catching at dinner lakes are water they are surrounded by land on all sides and it can be super fun to jump off that land right into that water 好 在这里先暂停一下影片 这个萤幕上面的画面可能非常非常的小喔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影片的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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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下方 老师有看到一个非常小的CC吗 好 所以记得老师在让学生观看影片的时候啊 记得要把那个CC打开喔 可能 因为我目前是用那个网页翻向 所以老师看一下网页的右下角有个非常小的CC 可以用那个开启字幕 然后让学生观看字幕喔 好 所以老师们现在看了这个影片之后呢 有发现这个影片里面介绍了 ponds streams rivers ocean ice等等等等 非常不同非常不同种类的水资源 好 在旁边呢 呃 有一个lesson resource 老师有看到吗 在这里有lesson resource 好 我们可以点进去看一下 影片有帮老师整理好很多的keywords 所以学生如果想要再复习keywords的话 他可以点进去 然后听一下发音 然后listen for these important words 好 下面呢 我也有一个quizwiz 好 老师学生就可以去测验一下 他们到底对于这个影片 呃 观看理解的程度有多少 好 那当然也是最重要的 我刚才在简报中有提到的 就是我们的thinksheet 好 老师来看一下 其实这个角落这个地方 这里也有thinksheet 好 再往下滑呢 这里有个非常大的红色 粉红色的按钮 这个也是thinksheet 好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what is a thinksheet 好 里面就会看到 非常非常不同种类的thinksheet 所以他还有帮忙分门别类 比如说english for pre-readers and beginning readers 然后还有english for readers 就是在进阶一点的 好 所以我在课堂中呢 我这次让学生使用的是这个 好 我看他能不能跑得出来 也可以 好 就是这个 draw what you saw 所以学生呢 可以把刚刚他们听到的 比如说他看到pond oh what is the pot 他可以思考一下暂停 然后在这个label这个地方 把pond的关键字写下来 或者是pond or water 也可以把句子写下来 然后把它记录在这个thinksheet上面 alright 所以就可以训练学生呢 编听pause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ok 这是我们的scholastic thinksheet的功能 其实我觉得这是个非常非常好用的 的一个资源 因为他连thinksheet这样子的学习单设计 都已经提供给老师们了 所以老师们可以直接音音 然后搭配课堂内容来做使用哦 好 那我们来回到我们的 简报的部分 好 这样希望老师们有学会了 scholastic的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好 所以学生真的就是这样子 给他们平板跟耳机 然后学生就会自己开始阅读 然后最后呢我们再全部一起 全班一起来做个gallery walk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thinksheet上面 学生记录了哪些水资源 好 刚刚也有提到 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 总共有九大主题 所以其实蛮多的sdgs的内容 其实可以找到一些可以扣合的 都可以在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 上面找到 好 不知老师刚刚有没有认真聆听一下 那个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刚刚那个影片里面的一些巨型 好 所以老师有看到哦 这个图片呢是 我们学校旁边的一条河 它叫做御风溪 是大汉溪的更上游 那也是石门水库的上游 所以老师有看到这个湖水 非常的清澈见底 那其实是一个很多人会来 朔西跟旅游的地方 好 所以我就 因为刚刚影片里面就只有提到 water stream river 这些词对不对 但是我在这里呢用图片 把它跟在地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校本课程 跟社会家乡的部分来做连接 让学生来看到 哦 这个是river 这一条我家旁边的溪 it's a river 好 后呢 we can find water at 御风 river 那这个we can find water at 这个巨型呢 也是刚刚scholastic watch and learn library里面 一直提到的 where can you find it where can you find it where can you find it 它可以在哪里找到河川 在自己的家乡 就可以找到河川了 好 所以我希望能够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连结呢 来 I'm sorry 好 再分享一次 好 所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 家乡以及生活情境的连结呢 能够让孩子们 更加的了解自己的家乡 那同时呢 这也是incorporating students life experiences 那也希望是能够给他们一个 更宽广 然后更丰富的学习体验 好 所以这是我把它跟家乡 跟在地文化做结合的一个部分 那接下来呢 学生在认识这么多的water resource中 我就做了一个myfushingwater map 他要把在家乡的区域内的这些水资源呢 把它标示在地图上 所以我就准备了地标的一些stickers 然后还有一个google map 那学生这边就是搭配平板 他们一边在google上面搜寻这些地标 然后把这一些的水的地标 把它粘到他们的fushingwater map上面 那这样子他们一来 第一个对water resource的单字 会非常有概念 第二个是他也把家乡所有 可以出现的各种不同的水资源 包含水库啊 大坝啊 河流啊 瀑布啊 食堂啊 这些全部都网罗在一起咯 So this is students searching for the places on google map and they stick the pictures on the water map and share their work with the class 好 到这边为止 这就是我从scholastic的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延伸出来的一个结合SDGs 然后还有跟家乡自然环境的一堂课 好 这也包含了语言的成分咯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lesson two 好 在第二堂课的时候呢 我们又要介绍第二个scholastic的bookflix 好 这个资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来想请问老师们 如果有使用过scholasticbookflix的话 可以麻烦在萤幕上帮我按个赞吗 因为我必须说真的 这个scholasticbookflix提供了非常非常多的文本 还有非常多的绘本动画 提供给学生 Wow I see so many teachers Wow that's cool 很棒很棒 这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用的资源 而且我必须跟老师说 他一个主题内买一送一 怎么说呢 老师有看到有这个watch the story 跟read the book这两个种类吗 好 watch the story 它比较是属于fiction的书 这是一个故事的情境 所以他才说watch the story对不对 那旁边的read the book其实就是一个比较nonfiction的书 好 所以才会是read the book 好 所以等一下这两本书呢 也会在我的课程当中 我就把它进行一个结合 那我想请老师看一下简报旁边的sidebar这边 好 看一下哦 这里是不是有一个word match 还有一个who comes first 对不对 好 这个也是scholastic所提供一个小小的互动功能哦 好 所以我们先来说一下 scholastic bookflix里面跟刚刚的 跟刚刚的那个watch and learn library一样 第一个都是出版社scholastic提供的 所以我觉得酷音真的是非常的佛系 只要有酷音的账号 我们同时可以使用scholastic 书的资源跟影片的资源 其实都非常非常多的文本内容哦 那他所有的读本都有加上全文朗读 那一样也是提供了九大主题 好 从earth and sky到imagination family and community 各种不同的资源通通都有 好 那我们等一下也带着老师 一起来看一下scholastic bookflix 好 刚刚有跟老师提到的那两个小游戏啊 一个是fact or fiction 那一个是which came first 那which came first的部分 我觉得很好理解 就是学生看完故事之后 他们可以drop and drop 把这个故事的顺序呢 放到first next跟last的部分 所以scholastic bookflix 已经帮老师做好了story sequencing的这个部分哦 好 那旁边的fact or fiction 其实就会让学生分辨 哪些是事实的 哪些是比较偏想象的一些资料 好 那在我们的read a book里面 其实有非常非常多很非常棒的功能 比如说学生如果觉得旁边的 这个书本的文字太小 他可以zoom in 然后也可以是自动调整 就点fit就好 也可以让这本书变成全萤幕 学生如果觉得听得不清楚 他可以随时pause 或是调整语速 让他变得slower 让他乱下来 好 都在我们的sidebar里面 等一下我们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 再一起给老师们一起看 好 那我们首先先到酷音上面 来带老师们找一下 我们的scholastic bookflix在哪里哦 好 首先我们先来回到 酷音的网站 好 老师们也可以跟着一起操作 我们一起来找一找 scholastic bookflix在酷音专区的哪个部分 好 一样我们先回到课程专区 好 我们回到课程专区 几个地方 好 再来向下按 在国小专区内 scholastic bookflix它是书哦 所以在阅读这个地方 好 老师们可以点选阅读的资源 好 点进去之后呢 好 一样会看到我们非常多的 reading materials 好 往下拉 这里有写的非常大一个 scholastic bookflix专区 好 老师可能要scroll一下 往下滑一下游标 就会看到scholastic bookflix 好 我们一样点进去哦 好 提醒老师scholastic的系列呢 它都是外挂程式 好 所以我们一样点一下 这个internet code 好 在这里哦 就是我现在目前有看到 旁边打勾的这个部分 好 有点想放大给老师们看 在这个地方 scholastic bookflix 好 老师只要点下去之后 一样会跳出一个新的分页 好 那为了让老师听得到声音 我们来让我改变一下分享的方式 好 老师稍等我一下哦 好 我们直接到bookflix 好 老师有看到我们的bookflix吗 好 进到 如果老师怎么知道自己成功了呢 就是有看到这个welcome to bookflix 好 我们就可以把bookflix点下去 就会更加快 好 这里呢 一样有看到我们的九大鼓励哦 好 那想请问老师 跟我们看的 The Water Princess 跟Thing Things You Can Do To Save Water 好 这个部分呢 是在哪一个区域呢 老师知道吗 好 老师可以直接看到 是在哪一个主题之下 如果老师不知道的话 怎么办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今天想做 如果跟那个 World Water Resources有关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边一样找到 非常棒的检索功能 这里Title Search 好 一样在这里输入Water 好 输入Water 它就会把所有跟Water有关的Results 产生出来哦 好 所以老师这边有看哦 第一本书在In the Small Small Pond 这其实也是跟Water有关对不对 在讲那个吃汤里面的生态 那这里有Penut Butter Jellyfish 还有这个Water 是老师看到这是比较跟海洋动物比较有关系的 这就可以跟我们的海洋 那个Life in the Sea这个SDGs的goal相符合 在旁边这里也有Seabones 好 这些都是可以跟不同的SDGsgoal做结合 那我使用的呢在这个地方 老师有看到The Water Princess跟Save the Water 好 我们就可以直接点进去 它就会呈现刚刚简报里面的截图画面 好 如果老师想让学生看Story的话 直接就直接点下去 好 记得把ReadAlone打开哦 它的字幕就会跟着 呃 Narrator的声音跟着一起把字幕带过去 好 我们稍稍往后跳一点 让老师看一下 The Water Princess这本书 其实是在讲一个真人真事 I can tame the wild dogs with my song 好 我是有看到那个 那个ReadAlone的那个地幕 有跟着一起跑出来哦 好 这是她取水的过程 My mother wakes me Gigi my princess It is time to get up We must collect the water Water come Do not make me wake before even the sun is out of bed I demand Come please I say But the water won't place him And I know we will have to walk so far to the well I am too sleepy to put on my crown 好 让老师们稍稍看一下这个 The Water Princess的故事 就是一个非洲的女孩 她每天都要很早起 然后到很遥远的地方去取水 然后再返回家里 然后这样一整天在取水的过程中 奔波劳动的过程中 也就结束了 所以其实让孩子们观看一下这个故事 那我的引导方式呢 好 让老师们回到简报咯 我的引导方式呢 就是让老师 让透过 before reading during reading 跟after reading的方式 来带学生一起 带学生一起来观看这本书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 先让学生观察一下这个绘本的封面 因为我们天雅族的孩子 其实说实在话 看到这个封面的时候 他们就觉得说 只是一个皮肤很黑的女孩 但是他们可能 要带他们多观察一下一些细节 比如说背景 是很干燥的样子 好 所以 before reading的时候 除了先做picture walk 看一下绘本封面之外 有个问学生 What do you think the book is about? 他觉得这本书是在讲什么 那孩子看到那个jar放在头上 就可能说 他可能是要去买花瓶 好 有孩子就说 他可能是要去祭祀 或者是要去膜拜 他们的神明什么的 他们的idea都其实没有想象力的 那最重要的是 我想问他们是 Where do you think the story happened? 那其实就跟我们刚刚前一堂课 在讲复兴区的自然资源 就有一个非常非常鲜明的对比 因为孩子们看得到背后的 那个环境其实是干干的 他们也会说 I don't want to be there 我不想在那个地方生活 好 那在 during reading的时候 其实要让孩子能够了解 其实取水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会问孩子 Why do Gigi and her mother sing while walking to the whale? 那其实孩子都还蛮厉害的 他们都会说 因为路途很遥远 然后又藏着很大的瓮 所以边走路边唱歌 可以让痛苦的情绪比较不要那么的痛苦 好 我会问孩子 Why has the walk back home so much harder than the walk to get to the water? 好 这里孩子可能就要思考一下 因为孩子进去的反应是想说 不是去的路跟回程的路不是都一样吗? 好 所以要让他们了解一下 可能因为你取水之后 那个水刚就变重了 所以回程的时候 其实是比去程的路途还要更加的艰辛 那在read the story之后 要怎么样让学生更能够了解 就是其实我们在复兴区 我们拥有水资源是很幸福的 那像princess Gigi 他就要自己这样去取水 然后非常劳累的这个过程 要怎么体验呢? 好 所以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 after reading 我请学生在gen board上面去思考跟比较 princess Gigi一天和自己的一日有什么不同 所以孩子都有学过 in the morning, in the afternoon, at night 好 所以我们就把它分成三个大时段 然后学生拿着平板 然后去再看一次故事去复习一下 princess Gigi一天开始会做什么事情 下午的时候可能就是回程 晚上的时候他可能要做什么事情 那我自己的一天是什么样子的过程 那其实这样子就会又提到一个quality education 就是其实princess Gigi一整天是没有去学校上课的 那他其实都是有在上课啊 然后有在课后照顾写作业啊 有参加课后的泰雅射箭社团练习啊等等 然后还可以去教会礼拜 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哦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就会展现这个 Lucas这个小朋友他所打的 students type down their comparisons on the gem board 然后就可以大家都可以来比较一下 自己的一天可以做了哪些事情 但是仅此而已还不够哦 我在下一个叫做 The Water Princess Challenge 为什么这堂课会这样取名呢 因为我要让学生walk the walk 好老师看一下图片 我们呢就是结合了一点PE的感觉 就带学生到操场上面 然后呢就发给每个学生一个橘色的桶子 然后让他们站在操场的起跑线 然后就跟他们说 Now you are Princess Gigi Let's go get water 然后他们就说 啊 装在水桶里面吗 我说yes 然后他们就说 那如果既然是Princess Gigi的话 那我们就要学那个书的封面哦 所以孩子就每个都把水桶这样放在头上 这不是我强迫他们说 全部放头上 我们来拍一张照 并不是哦 他们自己就觉得要学那个故事的封面 然后把水桶这样放在头上 这样好像还蛮贴近故事的感觉 那他们要怎么去取水呢 我就会限定那个距离 比如说操场两圈或操场三圈 那老师有看到我身旁有个非常大的橘色桶子吗 我就是Water 好 所以他们走完操场 他们走完操场 来到水源就要来找我 好 所以学生就会拿着他们的Bucket 在前三圈的时候 他们非常开心哦 用跑的用冲的女生手牵手一起哼歌 然后这样一手拿着桶子放在头上 然后一手牵着手 然后这样嘀哈这样唱歌 然后来找我领水源 但是呢 领到水源之后 他们就有点笑不出来了 为什么呢 好 等一下让老师们看一下哦 这个Walk the Walk的部分呢 他们就会开始到水源 先找我抽请进卡 所以有孩子就收到了这张卡 On your way home You spilled some water Walk 500 miles to get more water 哇 洒出来了 你的水不够了 你可能还要走回去再取水哦 那有孩子很幸运的呢 就拿到 Yay You get clean water You can go home 你得到干净的水源 可以回家了 好 他就提着他的干净的水 然后再走远路 回来找我 好 那有孩子取到了这个 You get dirty water Your stomach hurt Go back 1 km slowly 所以他肚子痛 他拿到一桶肮脏的水 他就要慢慢慢慢地走 那也有学生是拿到这个 There is no water today Turn around and go back home 好 所以他就是提着空空的桶子 走到我前面 读完这张请进卡后 然后再提着他的空空的桶子 回到他的再回到原点 好 所以学生看到他们就在取水处 那大家都会停下来 就会看看大家收到什么样子的 什么样子的那个请进卡 那dirty water怎么呈现呢 老师有看到我有个用一个白 一个红色塑胶带泡起来的 那个是办公室泡的咖啡渣 所以他们的dirty water 就是咬了一桶水 他本来很开心 然后他就他也在等着看 dirty water怎么呈现 就把咖啡渣倒进去 然后mix the water 那咖啡渣还会带有一点咖啡的 那个咖啡色的感觉 哇 马上就会像那个 那个water princess一样 里面那个水非常的浑浊 非常的脏 好 那最后呢 就带学生一起来省思一下 你看着你今天这桶水 有的人拿到是clean water 有时候拿到是dirty water 那其实跟princess gt的处境一样 所以我觉得透过experimental learning 他可以create a very active engagement opportunities while increasing motivation and interest in learning 所以透过时间轴的比较 然后透过亲自体力活 然后虽然这个不会花学生太多的时间 但是真的这样实际去取水 然后这样实际走 走一圈 原本是很开心的 跟princess gt一样跳舞这样去 原本水桶是放头上的 回来就是提得很累 然后又不能把水洒出来 然后里面又是一坨脏水 甚至是没有水的时候 就是那个心境的影响是 对孩子来说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好 那回来教室之后呢 在课程的收尾 我们刚刚water princess 是比较是属于fiction的部分 那现在的课程我们就要进入到 比较facts的部分 所以一样哦 要让学生了解 水资源稀缺 跟水资源分配不均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就会让学生去 开始看一些facts for example fact one every twenty second a child dies from a lack of cleaning water 好 那就让学生 look at the picture and guess what does the sentence mean 好 所以我就带着学生去看这些 关于SDGs的facts 那我故意没有在一开始就把这种很知识面的部分 先丢给学生 因为我觉得顺着water princess这样子的fiction绘本的好处 就可以让学生从故事情境中 先有这样子的学习体验 那他们再来看这种比较factual的knowledge的时候 他的那个体验的感觉会更加的深刻 好 所以知识面的部分这里我结合的是我们的goal six 在那个永续的教书手册里面的goal six的知识面 了解全球相关安全饮用水和卫生设施的不平等分布 都会在这里体现 那学生在离开的时候 他们写了一张access slips 我们来放大看一下这个学生写了什么 好 他说 奇奇公主其实是走很远的路去取水 拿到的水又是脏的 因为这个孩子 他自己拿到就是那一坨咖啡的水 那能获得的水资源比较少 那我觉得自己在复兴区很多水资源 所以我感觉到很幸福 那我就觉得这个在密度的部分 他就已经虽然还没有到省水 但是已经帮我为后面要带孩子省水 已经有奠基了一个蛮好的情谊的部分 就是他知道自己很幸福 所以他之后要省水的那个动机会更加的强烈 好 到这里呢 目前是两点六分 我们已经经过了一个小时的课程说明 在这一次在目前为止的课程中 我们介绍了三个资源 第一个是我们刚刚介绍的 永续发展教学手册 老师可以在上面看到所有有关SDGs的目标 以及教学内容 还有提供的一些教学势力 以及可能做的一些project based的部分 那第二个呢 我们介绍了酷因的一些平台 很重要很重要的是第一个 我们介绍了watch and learn library 好 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影片跟think sheet 老师可以直接取用 那现在呢 我介绍了一半 因为我只有介绍fiction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scholastic scholastic book flicks 里面也有九大类非常多种类的书籍 那可以老师可以上去 搜寻一些关于SDGs的活动 现在的时间呢 是两点零七分 我们已经过了一个小时了 那今天的课程会到三点半左右 所以老师们现在可以先休息十分钟的时间 那在休息的过程中呢 老师也可以上去coolenglish的网站上面 如果老师还没注册的 可以赶快注册 非常简单 只要透过FB Google 或者是单一认证账号 都可以 教育营的账号 都可以进入到coolenglish 赶快注册 就可以获取这些非常棒的免费资源 来让学生一起进行教学上的使用哦 好 那就不打扰大家的休息时间 现在两点零七分 我们预计让老师们休息到两点二十分好吗 我们凑个整数 老师们两点二十分的时候 再回来我们的课堂教室内 那老师也可以上去搜寻一下 有没有一些我没有介绍到的 老师也觉得可以结合在 您目前现在学校有使用的英语课 或是您学校有在教授SDGs的一些目标的课程中 有哪些英语的资源 也可以再进行融入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来哦 也设计 我们现在学校 我们现在学校的时候 学校的学校 听到我们的课程中 我们学校的学校 如果老师在消息的过程中 有什么问题 想要跟我分享的 或是要一起讨论的 都欢迎直接跟我说 我都会在线上 就是反正老师们 如果有任何问题 我都可以回复 谢谢老师今天才办法的参与 我们等一下下班课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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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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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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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